美食汇聚南门口 这个特色三下锅 这个是属于花糕的一类 生财各家有各道 这个娃娃是没有吃 肉质很鲜的 民间土菜香千里 你们在这个池房里面 做这道菜啊 很多人都能闻到这个味道 面面俱到吃不停 两面是我们张俊人的乡下神器 逛吃南门口 探寻夜经济 今天的节目 带您走进湖南张家界 这里是湖南张家界的南门口 南门口呢 自古以来就是张家界的繁华之地 发展到现在呢 到了夏天 特别是傍晚 我身后的美食街啊 就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据说啊 张家界的传统美食和特色小吃 在这儿都能找到 所以呢 咱们探究夜经济 就来逛逛南门口 每座城市都有一条令人难忘的老街 在张家界 这条老街叫南门口 它承载着张家界人厚重的历史记忆 随着城市的发展 曾经的南门口 以一种特色街区的形式 焕发着新生 几十家不同的店铺汇聚于此 在旅游旺季 南门口美食街一碗的营业额 最高能达到八十万元 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们就是下班了 然后过来那个逛一逛 就是张家界本地人 对对对 张家的凉面很好吃的 就是其实应该是 你们经常吃凉面吧 对对对 这个美女跟我说的话还撑大口 看来是真香啊 我们本来是下班了 准备去吃就餐的 然后看到在这边搞活动 然后就忍不住又买了一碗 所以我们几个人分着吃 吃完了我们还要去聚餐呢 就这样还得先吃完凉面 凉面是我们张家界人的 那个香下神器应该说 哇这个词好 香下神器 对对对对 一定要吃凉面 看着你们吃好香啊 此情此景 怎么能让人不对张家界的凉面 产生兴趣 张家界的配色就是凉面 越热就吃得越多 您这个凉面怎么就那么亮 您是抹了油吗 先煮 煮了以后再用水净水冲洗 冲洗以后再裹油拌油 我刚才看您是这样 这样一直在拌 这是这是怕什么 怕它粘在一起 对对拌油了就不粘了 哦您再拌一下我看 您是用怎么做可以吧 哦 然后一跑就散了 哦这样面散了 然后那个油就裹得更均匀了 是吗 吃起来就爽烤 凉面它怎么说有活力 它是有生命的 哇 对对对 大哥说凉面是有生命的 对对对 秦玉强 人称强哥 他家凉面的名字正是由此而来 整个张家界有大大小小四五百家凉面 为什么他家的凉面这么受欢迎 那是什么汤啊 蒜蓉汤 蒜蓉汤 对 哦我们可以来过去看一下吗 我们一个摄像机稍微往这儿来 来这人有点多 我们看一下哈 他这个他这个汤 这个汤是个蒜蓉汤 蒜蓉汤 哦 大蒜 我以为要放个什么鸡汤糕汤 不是不是 他这样是不是就更爽口一些 对对更爽口 哦 蒜蓉汤 特别吃酒来的 芹芹是最好的 芹芹芹 这这凉面多少钱一碗呢 小碗 哦 就是 十面八道菜 哦 这样就这十块 哦 还有人吃素面 牛肉和猪耳朵全是自己卤的 自己卤的 这个牛肉是他的鸣粉 是两面的鸣粉 是的 哇 你们夫妻老婆这回说话 凉面是有生命的 是的 然后珊瑚礁是 是凉面的灵魂 是的 这是我们张建迪说的 哦 哦 这是大家的共识哈 嗯 那像你们家的话 一天一天能卖出去多少 一天 一个店 我先问两个店 哦 一个店能卖三百斤 左右 就是三百斤面条是吧 一个店 将近一个店将近一千万 一个店能卖出去一千万 对对对 那咱方便透露一下 一天能卖多少钱吗 对对对 万多块钱 两个店是一个店啊 一个店 啊 肯定不值 你看大哥都黑黑黑 哈哈 作为张家借人的 萧夏神器 一碗好的凉面 讲究可真不少 煮是第一步 火候很关键 过凉 对水质要求高 拌面 一定得用当地的 土家菜籽油 拌好了 放在定制的木盒里 这样出来的凉面 清清爽爽 搭配凉面的菜马 各家有各家的特点 强哥家最有特色的是 香干肉丝和肉丝剁辣椒 单看着卖相 就让喜欢吃凉面的朋友 毫无抵抗力了 时刻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搭配蒜蓉汤 豆芽 韭菜 海带丝 红椒丁 榨菜 炸花生 泡菜萝卜 豆干 牛肉干 猪耳朵 辣椒油和珊瑚椒油 等等等等 半云开吃欲罢不能 一样的消暑凉面 不一样的细品味道 是店家征服时刻的关键 你这些要招呼我是吧 你好你好 我先看到这个了 这是什么 这是 看烤娃娃 你就那个大泥吗 对 大泥 大泥 我们养殖的 福利园 山东养殖的 就是 全是养殖的 这个娃娃没有吃 就是肉质很鲜 很鲜 你是烧烤是不是吗 一半有人问 师父都不烤了 是吗 是多鲜串 18个鲜串 18个鲜串 我来我来一串 主要他把这个 活的娃娃娃娃娃摆在这 这个除了烤 还可以做火锅 清真够好 黑色皮其实烤出来 还是很明显的 我先尝一尝 我拔了鲜串 我拔了鱼 还会烫 肉质悬嫩 它没吃的 那个肉质很厚 肉质很厚 但是它并不是那种 特别紧的那种 实际上是软软的那种 对吧 然后这个黑色的皮呢 又是很有筋道的那种 店主得意地告诉我们 这是他们自己研发的烤串 就是把众所周知的 张家界特产 跟大家熟悉的夜市烧烤结合 这直接带动了店里 其他烧烤的点击率 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当地的八八 这个是这个吗 是的 这个白色的是羊羽的八 这个是刀骨八八 这跟粽子有点像 对 做法完全不同 那不一样的 这个需要发酱 这个是属于发糕的一类 发糕的一类 对对对对 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学生下 您说的有点像发糕的样子 对对对对 那这个叶子是什么 芭蕉叶 芭蕉叶对 这是我们当地的传统小吃 传统小吃 对对对对 那我一样来一个吧 这多少钱 这个一块五一个 客人还可以买的吗 对啊 客人这个是米地米兰 可以一栏一栏买的 一栏能装多少个呀 28个 28个多钱 50块钱一栏 50块钱一栏 对 小姑娘笑我数学不好 那像你们的话 这个你们怎么算 比如一年或什么 你们能买多少 一年的话 反正几十万块钱 能卖几十万块钱 叶尔巴巴在张家界几乎家家会做 但高永却靠他月入三万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泡米 墨粉 掉浆 包制 这是制作叶尔巴巴必不可少的程序 但高永却做了不少小小的调整 像这款主打的叶尔巴巴 他不仅仅是把大米和少量的黄豆泡一碗 还会把新鲜洋芋煮熟单独磨成浆 跟米浆混合再发酵一晚上 这样做出来的叶尔巴巴吃起来软糯香甜更有弹性 像这一步掉浆 通俗讲就是把打好的米浆用布包起来 掉在那里 把米浆掉的比较粘稠 这个粘稠程度直接关系到包的好坏 一卷 一勺 一加 成了 完全不需要省捆 高永家用的叶子也有所不同 传统主要用童子叶 但童子叶难寻且量少 高永就进行改良 选用每年五月到十二月都有的新鲜的芭蕉叶 这样把供货时间大大延长 对于高永来说 人气旺的南门口是非常好的展示窗口 也是不错的销售平台 她的叶尔巴巴借此被很多游客认识 销往了贵州 上海 北京等省市 现在她家基本实现了订单销售 但是夜市长还有不少吃面子呢 那个 大哥 打扰一下 您这个也是晚上可以吃的面吗 对 晚上也是可以吃的面 草帽面 是因为戴着草帽吗 不是 因为这个面很薄 它和这个边草帽的这个竹面 是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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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这个关系 我把碰下您的帽子 它指的是这个 这个宽度和这个薄度 和这个面一样 一样一样 你这太形象了 你还带着草帽 这名字一下就记住了 我们这个面就是口感好 一吃不才知道 一边都吃两碗到三碗的 所以这比一边的面要薄一些 那就煮的时间短一点吧 煮的时间很短 很短 对 煮的时间很短 一下锅马上就可以吃了 这个 我们这个清洗面 一下去就好了 很快的 很漂亮的 看 对对对 是是是 你看口感很干净的 对 你看口感很好 这个面真好看 嗯 把这个卤的浇上 漂亮的很 这是什么呀 肉吗肥肉 不是肥肉 那这个是猪头肉 哦 还有那个猪脸肉 还有那个 把耳朵去掉之后 然后那个猪 用我们招计的话 就不工作 这是煮了好长时间吧 对 三到四个小时 哦 三到四个小时 哦 它这个特别香 真的是特别香 是吧 特别香 还搭配木耳 还搭配木耳 因为热天吃这个猪脸肉的话 稍微有点油腻的话 加点木耳 就是加点炖猪脸 放点海带 是一个道理 哦 尝一尝 草帽面 薄 是很薄啊 嗯 你们是经常吃吗 我们经常吃 我们从小吃到大 都喜欢这个味道 很浓郁 然后这个猪头肉很 怎么落很软 嗯 然后每次 呃 夜市的时候 吃这一碗 就很暖心 你一般是逛夜市的 一开始吃还是最后吃 嗯 开始来一碗 最后也来一碗 有时有周 哈哈哈哈哈哈 草帽面被称为亲民美味 因为即使传到了熊志德手里 一碗七元的价格 也从来没有变过 熊志德在市场的店铺 永远是一大早就排满长队 大家吃完草帽面 开启新的一天 而在南门夜市的摊位 则成为很多人辛苦一天最好的安慰 晚上来一碗 暖心暖胃没负担 面薄柔嫩 焦头是卤一大桶猪头肉 卤完切丁炒 放上辣椒和老抽 炒出来又糯又香 油而不腻 老店满足本地人的口腹之欲 夜市让外地人大饱口腹 价廉物美薄利多效 看似不起眼的草帽面 让熊志德年入百万 在南门口夜市总能看到土家三下锅的招牌 三下锅有干锅有汤锅 我们当地人因为湘西这边比较潮湿 我们当地人吃干锅的比较多 外地的朋友过来以后吃汤锅的比较多 因为汤锅比较清淡一点 咱们就是晚上开是吗 就是晚上开 晚上开 单单这个三下锅 您可能要做多少份啊 能做一百多份 这可以了 可以 现在不一样了 看来锅底片洋葱 对 放了洋葱了 这可以碗洋葱啊 对 它这个 一个放一个出汤 洋葱 洋葱 洋葱会吸的汤汁是吗 对 所以这样出来一步 那洋葱那个也很好吃 是的 像这个单锅多行吗 这个88 三个分菜三个素菜 那汤锅呢 汤锅也是一样的 那你以前要是一百份的话 放这个三下锅就差不多是 将近一半不减了 是的 放流水是吧 三下锅的干锅和汤锅 其实用到的食材基本一样 都是三荤三素 荤菜都是鲜焯水 干锅是爆炒 辣椒花椒少不了 汤锅是炒完之后再加入鸡汤炖 不管是来自哪里的客人 干锅让本地人吃爽 汤锅让外地人尝鲜 南门口美食街其实并不长 闻着味儿就能判断出每家的招牌是什么 可有一家的味道格外独特 你好欢迎王林 你好你好你好 你嫂子好红亮啊 对对对 你要吃点什么 我想先问一下 就是我闻到一个比较特别的味道 是你家的吗 对对对 是我们家的 千里飘香 真是千里香 但是这道菜的话 其实外地人过来 他有可能闻到有一点点臭 我打算你一点点吗 对就是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 因为它吃起来它是很香 它跟这个长沙臭豆腐是一样的 闻起来很臭 但是吃在嘴里它很香 闻起来很臭 但吃到嘴里很香 这千里香 着实吊起了我们的胃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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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说这个是千里香 是的 这就是我们大家 这个口家人 最喜欢吃到的 一道口家特色菜 不瞒大家说 那个汤口中的香味太浓郁了 穿透力特别强 对 你就是在这个厨房里面 做这道菜 从外面 走路的人 都能够闻到这个味道 这个我是有体会 我们就是这么被吸引来的 是的 这个实际上是用什么做的 我们口家人不是做豆腐吗 豆腐 豆渣 对 做好的这个炸 制作成的 炸豆浆 炸豆浆 哦 炸豆浆 它实际上是发酵过的 发酵过的 是吧 所以那个 特别的浓醇的味道 是的 所以赋予了千里香 不是十里香 不是白里香 而是千里香 对 对 这个炸豆浆 要怎么变成这个外面 他们吃的这个千里香 哦 这个我给你示范一下 嗯 你还用这个水泡一下就可以了 它要泡多久能泡开 大概就是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其实我说这个是 我都觉得好多东西都很稀奇 哈 你说这个很快的 这个很快的 是的 其实我说我刚才还看到这个师傅 我也觉得挺稀奇的是 它这个肉其实是全都是选择带那个筋的那种 对啊 这就是我们张家界 本地人啊 口家人最喜欢吃的一个也是一道很特色的菜 叫做打骨皮 它为什么叫做打骨皮呢 它是从牛这个牛身上的骨头上面 嗯 洗下来的这个肉 它的筋很多 做的好的话吃的嘴里有很脆 但是做不好的话 它这个筋缠的上面很不好吃 哦 这是我们张家界的一个特色哈 叫打骨皮 打骨皮本身筋脉遍布 切出来的肉丝要先焯水 保证其嚼劲儿 再爆炒突出其韧脆 口感非常有特色 渣豆浆现原型了 对对对你看 实际上它在真正的 就是您放在那发酵之前 做出形状之前 它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吧 对对对 发酵过程实际上是赋予了它 独特的味道 是的 我们现在呢是为了做的方便 所以呢就用水把它泡开 嗯嗯 这个菜其实它挺期待的 因为 因为整个厨房里面 这个独特的 你们说的香味啊 是的 我强调一下是他们说的香味 非常独特哈 这个值得来 我们张家界人也特别喜欢吃 我猜到了 也是我们张家界人的一个特色菜 它这个是 我们张家界人就是斗米 现在就把它吃成了 像米一样的 小小的那个小丁的那个形状 是的 跟米差不多 是以这个来叫 独米 哇 他们这的菜品的名字都好特别啊 独米跟小肉丁一起焯水炒制 跟辣椒葱姜蒜等调味品加水煮开 煮好的黄豆铺底 倒入带汤的独米 是一道别具风味的张家界火锅菜 千里香制作就更简单一些 用蒜和辣椒爆锅 倒入炸豆浆烧开 撒葱末 再放点香菜段 就可以香飘千里了 包括和渣 绝巴巴等张家界地道土菜 在老院子里都可以品尝到 用最全的本地土菜吸引外来游客 正是陈吉君的经营之道 并非独一无二 但都有点自己的与众不同 集合起来就有了现在 红红火火的南门口 我现在呢是在里水河畔 南门口之所以自古以来 就是张家界的繁华之地 与里水河的关系呢密不可分 在没有现代交通的时代以及古代 里水河畔的南门口码头 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通过里水河域 张家界跟外面的世界 联系了起来 如今呢 里水河上已经有了游船 接下来咱们就登上游船 来欣赏一下张家界的母亲河 里水河畔的美丽风光 在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大庸古城 大庸古城呢它是一座既古老又年轻的城池 说它古老呢是因为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庸国时期 最早呢也是城内商部云集 经济繁荣 创造了这座城市的早期文明 说它年轻呢是因为我们眼前看到的古城呢是在明清鼎盛时期南门口河街上圆址附建的 水上看古城别有一番韵味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感受张家界的魅力 游船还配备了地方小吃饮品和土家花灯表演 如果说在张家界白天是欣赏自然山水风光 那么夜游里水河吃南门口夜市就是享受城市休闲度假 文化与美食美景的结合 让更多人可以参与其中 分享发展的红利 找到适合自身的生财之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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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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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